大家我是暴君 无外突然出现一个造型恐怖的怪人 一旦移开目光 怪人就会理得越界 甚至做出一些伤害人的事情 一部脑洞大开的恐怖悬疑片 不要回头 今天是一个适合约会的好日子 肉食正化妆精心打扮 打算和男朋友去迪士尼游玩一下 老弟姐客垂促他 赶紧去外面的草品修剪一下 姐妹两人经常因为家务和琐事斗嘴 通常都是父母叫姐姐做了事 姐姐就叫老弟去做 叫老弟去做了事 老弟又有推给姐姐 总之就是互相推来推去 姐客温馨提醒老姐 一怀老爸就要回来了 天气快要下雨的样子 如果被他看到脚大的事情没去做 那肯定是一顿鸡毛单子伺候 肉食来到窗边一看 天气正晴空万里 哪里会下什么雨啊 突然一个带着头套的怪人 出现在眼前 还从着一道破乱的西服 估计是搞什么角色扮演 或是提前过万圣节 肉食一直盯着对方 怪人也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 这时候手机响了起来 原来是老爸要迟一点才能回家 在通话的过程中 肉食的目光 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那个怪人 觉得很是诡异 就顺便告诉了老爸 还详细地描述了 怪人的穿着打败 老爸一听 我丢 告知肉食不要走动 不要看其他地方 并且叫杰克赶紧锁上房门 肉食一下子慌了 死死地盯着怪人 不敢一看自己的目光 然后叫杰克 马上就说了所有的房门 杰克看老姐一直盯着外面 也走了过去 同样看到了那个西装怪人 肉食提起他不要去看别的地方 然后自己就跑下去 说明观仓了 随着回来一看 怪人已经消失不见 以为是杰克看了其他地方 但杰克却一直说 怪人还在那里 镜头靠近一看 怪人果然是在那里 只是向前移动了很大一段距离 为什么肉食看不到 杰克却看得到呢 难道这家伙还会障眼罚 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人倒抽一口凉气 怪人突然出现在肉食身后 但同样诡异的是 这一次只有肉食能看到 杰克的视角是看不到的 怪人依旧移动不动 肉食是激恐惧又惊慌 慢慢向房门走去 怪人也一直看向移动的肉食 肉食趁机流到橱柜边 搞到一节胶纸 贴在了怪人的眼睛上 而杰克也从头到尾 一直看着窗外的怪人 也就是说 现在有两个怪人 一个在房里 一个在外面 肉食转身刚想打电话给老爸 怪人突然向他扑了过去 双手不顶的按压叫他眼睛 杰克马上跑过去 和怪人肉搏在一起 怪人身手黑面就了挣脱出来 留到门口盯着他们 老爸及时赶了回来 抄起一面镜子 给他招了一下自己的尊重 怪人当场就原地抱走了 也知道自己长得对不起观众 瞬间就消失不见 老爸一把打烂镜子 结束了这一切 接着像杰克两人 讲起这怪人的事情 在打背还没出生的时候 这结果就已经出现在了家里 一直搞事不断 杰克突然想起 外面还有个怪人 过去一看 却发现已经消失不见 老爸这才知道 还有另外一个怪人 之所以会有两个 是因为若是走开了一环 又创造了一个出来 而另外一个怪人 正在附近不远处 静静的看着他 全篇结束 看完后 我只想说 怪人因何而来 头头下又是怎样的一副尊容 为什么老弟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怪人 姐姐就看不到呢 关于这些问题 影片都没有具体的细节展示 真的是太恐怖 太悬疑了 我们下期再见 本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